各位觀眾,我們接下來歡迎就是小座的開發者,團團成先生來分享這個節目,開了一個多…多汗了… 這個話題,來自各位都是同道中的人,過來了大家多多懂,在開始之前呢,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是因為說,畢竟在座的各位呢,都是台灣台灣同胞,但是,因為我自己其實說實話,我剛才說的是很好,你讓我看,我能看得懂,但是我專門做一個的話,我怕出現更多的語法問題,然後… 這樣的話就一下大方了,所以乾脆呢,就給大家去做一個展題中文的,然後大家反正聽我講吧,PD後面我就放出來,然後大家可以去看,那麼…我相信,一開始大家肯定就是覺得我要講這個,對吧,但是吧,知道,演講畢竟是一個很重要的座藏,而且呢,我也不敢保證你一定會不會有18歲以下的同學來參加,所以呢,我們肯定沒有這個內容,雖然說我們…我名字可能叫的是說,OK… 這是一個ForeHub的一個周邊項目,當然,呃,這是一個噱頭,我也就是要讓你們坐下來,因為入了我的坑,你們就別想跑了,對吧,你們反正現在坐下來,現在出去不太好看,對吧,那麼… 接下來來看一下我們這次的這個15分鐘,我給大家說什麼,呃,拍出到前面的自我介紹,我們其實這一場分享呢,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去做三個項目的時候的一些經驗的心得,因為我希望大家能夠去藉住這些經驗的心得,能夠去做好自己的項目,因為其實做好一些自己的項目,對於自己的成長是有幫助的, OK,然後首先是自我介紹,然後這些都不重要,照片,對,我專門化掉了,這是片,片子的片,你懂嗎,那我知道你們看起來覺得,哦,兩個人齁, 首先說一下這個Logary這個項目,那麼Logary這個項目是我今年四月份,在一個週末,是閒著不了,去做的,那麼這個項目的唯一的目的作用呢,就是生產右邊這樣的一個logo,對吧,Program風格的logo,首先我們說一下,為什麼我要去做這個項目,因為首先呢,其實是說,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去做set project的一個人,我聽說每個週末,基本上都在自己玩Hepset, 但是,因為沒有人嘛,就深圳那個地方呢,它是中國的費,我們說中國的這個,過兩網就沒商量,但是深圳是沒有活動的,所以我沒有辦法,我喜歡自己一個人玩Hepset,你要自己去做很多項目的出來,那麼可能會找一個週末啊,就是用一整個晚上去做一個東西,Logary也是,我滑了一碗,然後就寫出來了一整個項目的,那麼在做項目的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項目的這個logo是實在太多,因為你知道我們都是工作師,我們沒有美感, 你說,你要我去設計圈,我一定可以去生存一個,但是說一句實話,現在的logo生存器,實在是太多了,他們的那個拍色也好,或者說他們的形式也好,我看不到,太能看了,所以沒有辦法,我說OK,那我乾脆自己來做一個工具,來幫我去生存logo,然後我去生存logo,我去看說,那我要生存logo,首先會有一個模板嗎? 我看了很多網站,大家的logo呢,說想錄的logo,很漂亮的吧? 就是,你剛剛好六個字,這不太好臭,對吧? 你看,YouTube的logo啊,Facebook的logo啊,看到最後,我就覺得吧,它是Pornhub的logo最好 你看,很簡單,前面是文字,後面是色塊,色塊又是文字,關鍵是,你怎麼配,它都好看? 而且呢,在我們這個工程室的傳統,大家一看上那個配色,一看上那個形態,大家想說,哦,這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項目,大家可以更加有興趣去看這個東西 所以,ok,那我就去開始做,那做之前呢,我有一個習慣的時候,我會先去考慮,ok,我到底需要的事什麼? 其實大家記得那個3%我也建議大家說,那去考慮清楚,你到底要做的事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你想要的,和你第一時間想做出來那個東西,真的不一樣 因為你經過一個思考,你會覺得,ok,那我可能要的是一個logo的生存器 這個logo呢,還有一個面試度的,然後這個簡單,一個設計的壓力 最終呢,我就做出來logo了,很簡單,很有面試度 所有人一看到就覺得,哦,這個東西,這個logo有意思 那麼,如何去開始呢? 其實開始對於很多人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包括對於我自己來說,也很難 所以我說,ok,那我既然要做selfish,那我就考慮,現在開始,立刻開始,我馬上就要開始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把它放在我的to do list,那這就變成never do it to list 觀眾太嚴重了,所以像這個dvt是我昨天下午做的,做顏色 我也就拖到了昨天下午,當然之前我有做那個周圍導演,不算你不擔心 這個分架,我還是會保證一定的質量,不會太浪費大家的數分鐘時間 所以說,ok,呢,我們當天晚上就做了一下 好,我們現在既然要開始做了,那我們做的時候需要分取一些的過程 首先呢,我去學東西 找一些好的項目,然後,我要去學習 這個裡面呢,大家,我還是建議大家說 反正做項目的時候你要先學習 因為這個東西呢,是有句話 其他人是說,學我的生死,我都死 但他沒說不讓你去,對吧 你在做之前你要去找那個軟件,項目你要去看 你看他是這麼做的,他的東西也會給你帶來一些提醒 然後,在我完成了我的抄襲這個項目之後 接下來就開始做 做呢,非常不說的 Sing first, design first 個人拖在一起 很多網路方式,大家可能平時寫代碼都比較多 然後你做一個公司的時候,你下一個時候 OK,我要做一個項目 第一,我要用什麼技術站呢? 我要用什麼包呢? 我要在哪兒部署呢? 我要怎麼寫代碼呢? 可能你會考慮很多這些東西 但是,我建議你是說 你先不要想進去的東西 你看,現在有什麼需求 可能大家就說 OK,那怎麼變成公司一樣呢? 我又要產品經歷,還有設計 然後,最後才來開發呢? 但是,說句實話 因為我之前曾經在大陸的公司叫網易 在那邊待過 然後,我在那裡去學到了這種 現代化的產品開發的過程 那我會發現 你的產品思考的過程 你的設計過程 會對於你後續的開發的過程 是給它幫助 會讓你避免很多 很難可以工作的事情 如果你這次開發 你會寫著寫就發現 沒有,這個系統會再充足一點 前面的時間去 我都不需要 所以說 我的Data建議就是說 你先去思考 然後呢 去設計 設計可能會比較大 就又是看著 或者是最新的到底掐地 你就可以很簡單地做出一頭的設計 然後就完成了這個設計 然後再去顯示 相似五百 然後就是 用一些工具 其實我們自己在思想 就像我們昨天 因為我是東大陸來 我們會有一群 我們在討論說 因為有人在分享這個Diox 我們說 玩開源的人 全都是Diox 因為沒辦法 沒人 你說 上帝啊 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動作師吧 誰在答應你 還是你自己做 但是我們如果想去提示 這個效果 受一次的介助 各種工具 去加速我們 才發過以後 封住 我們的效果上限 最後 就是說 我們要去做 增長 我們需要一些方法來去幫助 我們效果更快地去擴散 特別是對於說 像我這樣一個很細缺的那樣的一個效果吧 這種的方式是很有效的 因為實際上 我的這項目之所以 在大陸合起來 你們要知道 Pornhub在大陸是不可保護 的 但是它能活起來 就是借助一些 很晃的大V 他們看到以後 他們也是很心有靈悉的時候 哦 這個 然後大家去推 這個什麼 我們接下來看 其實在我正式做的時候呢 我去學了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大家都知道 二名 它可以在我們的瀏覽器當中 具有非常漂亮的 帶好的圖片 你可能就是在背景上會看到 第二個呢 GICRS 它呢 其實也是一個Logo性器 不同的是 這個項目 它是用Logo Fonts 它把各種各樣的Logo Fonts 加了到它的亂七里去 然後你說文字 它會適合出文字的Logo 然後使用各種各樣不同Logo Fonts 這樣的話 你會得到各種各樣 不管是正線條 還是非正線條 也好 這樣一些字體 它這個項目也不錯 我從自己對我來說 還是太簡單了 所以我就去做 然後這裡呢 是他們的兩個瀏覽 但是我覺得 他們做得很好 但是呢 也有不好之處 所以呢 Logo Fonts 最終我還做了什麼 而且我也學了他們的功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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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謝謝 謝謝 介紹 disk 但是你要考虑说,你的项目的内容,信息架构到底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搞清楚的信息架,你会发现,你会设计出很多没有意义的model 或者是说service,其实也很累,代表里有太多的乱七八道代码 以及我们整个做的流程,有了应该很多产品设计,UI设计,一直到结果的投资 最后,说一下我的videos,这个项目呢,如果是videos,大家比较熟了 有些觉得看你的代码删写的很烂 在用的时候呢,当时的第一码就是videos,是我当时最熟悉的一块 然而现在我也推进入iPhone,当时我就熟悉videos,ok 就它最熟悉,而且videos有个好处,它是在浏览器里运行的 我们需要让谁帮你去下标一个软件,然后帮你自己电脑里看 看浏览器就可以生成了很多的方法 接下来是Netlib,很多人不一样,我们也有去用videos 去做devoi,核心的原因是videos它在CI方面,你需要去介入第三方的工作 不管是traverse CI,或者Circle CI,或者其他的HCI,它是有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Netlib的话,它自己本身是提供了CI的,然后呢,还可以提供部署 包括HTPS,那么这个对于你来说是很方便的 以及这个License,这个License是我专门去学的 因为呢,我觉得说像我这么无厘头的一个项目,对吧 我需要一个更加无厘头的License 这样的话它会更加的有意思,大家可以更加的玩起来 最后是一个可以增长上面的一些的建议 其实,你比如说像share to data这个功能,其实不是我自己想到的 这个功能是源自一个HRBG,它给它有一个share to factor 给我们的功能,我当然想到我来最多增长 因为再加上这个网站的PT文做的,所以可能说 我也share to factor,可能对于这个项目发展的问题 但是对于大家自己来说,如果你自己做了生产前存项,或者是怎么样的 其实你真的可以说,去加上share to factor,或者share to Facebook 因为其实,我现在偶尔每天也会说有人在那个推测上去爱我 因为我做那个share to factor,它会在最后加一个hashtag,然后被爱到我自己 所以我每个的一段时间要被办理,比如又有人用了我的这个工具 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它对你也是一个正常贵人 可以让你持续地做下去 包括share to Facebook 不过因为我做Facebook,我做了三个长号,然后被封了三次 所以我觉得我做得很重要,反正也没人爱得我 然后这是写文章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写文章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但是,说句实话,现在不是一个酒香不怕像子生的时代 现在呢,我们如果想让我们的产品,或者更多的观众 也需要去学会一些普通的事情 你需要去写文章,然后推广在一些社区里 但是我写的这些课程就是偏向于大陆的 而跟Dev2这些都是英文的 因为台湾今天,大家帮PPT度个 去发一些社区 然后呢,让别人去看 因为总会有一些人会觉得 那我们去试一试,看一试 我们就会给你带来下一步的内容 尤其写英文章刀开文 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是说 一个全球化还是整体化的问题 我建议大家呢,是先做英文的 然后再做自己的 因为一开始,你们工具的核心的用户 然后呢,你慢慢去推广 你身边的人,这个时候你们都会 很重要 前期就开始写英文的话 对你的话不再说,如果你的项目 它有可能是长期的 从英文开始,会让你的项目做国际化 会更加容易 OK,然后是 之前我在做的时候 会有些人问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只要你知道自己的东西是一个很明瞭 它会设置到版面的各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所有人,经常会有人在 你介绍的发展说,问我说 我给你这版面怎么办啊,很简单 我给你开个字体啊 其实可能你自己在做机上 你要去注意,如果图片也好 还是其他的个人,你要注意 你可能需要使用一些开源字体 还是并非有自己去卸上的 反正的纠纷里面去 因为那个二很多的问题 我明天做一个设计的设计是 就是,Just have fun 然后最后呢,给我搞来了一些完全的问题 非常好 OK,然后呢,因为 这个回忆只有十五分钟 我之前在深圳做过一个 大概半个小时的分享 然后呢,那个DVT呢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好,最后呢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大家可以提问 没问题的话,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是五分钟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套战可以拿到自己 是发展上的一个样子 比如说,在这个 再跟拿这个想法 当然可以,因为实际上 这个项目 在我做完以后,大陆出了很多同款项目 我被抄了 然后被抄以后,我很开心 我说,你们这帮渣渣 只知道招了一个 XASHA不是什么问题 我刚才说的,我们想做的是什么 因为其实 DVT里的需求是很不确定的 因为我要做下一个项目 只要去设计 logo 但是我不想去设计 因为我不是设计师 我也很设计 那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固定的 style 或者一些固定的formal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我会去做一些其他的设计 甚至设计 当然可能也很肯定 但是不持有 就不够 后续呢,我会去做一些其他的设计 所以这边也比如说 我想一个Youtube的logo 没问题 你可以去设计 我会提供更多的设计 因为 理解我自己老看这个风格 也不太好了 大家也要换一换 这个东西就是说 项目有多种发展的 所以这个 比如说一下抄袭的事情 大家可能 如果你有没有面与到抄袭的问题 我觉得抄袭的事情 还是好的事儿 因为会有人抄你的 说明呢 至少你做这个东西 是为认可的 别人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很有意思 他愿意去做 他愿意发精力去做 但是呢 他抄不懂的是不思考 就好像所有人抄我的时候 OK 我也要做一个parmhub的logo 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做的 我不是想做一个PHS的logo 我想做的是一个 一个很国事化的logo 很转称 去方便和自己的项目 来发 这个是他们想到的 因为他们没有整个 他们只说是 没吃东西好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夜空开开经过抄我 被抄了多少高兴 终于有人抄我了 我不容易啊 因为我会抄我 特别开心的装备 在我之后 做了大概有十几个类似的工具 我说 我这也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品类 所有人都开始做PHS的 Style 这样的一生的系 就是说 被抄的事情 看一看 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个不事情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问题 咱们下一场的演技能开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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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